大家好 我是英子 我现在的坐标 在山东龙口 东海冻家区 哎呀转眼来这 两个多月了 马上三个月了 9月1号就要开海了 开海以后呢 吃上 特别肥 这么一开海呢 这个捞出来的这个海鲜呢 特别的肥 特别的大 吃开了特别的过瘾 待上那么 几天吧 我也就 打道回府 还是回家了 这个人生呢 咱们说 在我怎么出去远行 或者说走就走的旅行 或者我们旅居 出门在外 我们最终呢 还是要回到我们 自己的 就是初见的那个窝 我的那个窝呢 在北京 孩子们 在那里 过去说父母在哪 家在哪 对吧 现在是孩子在哪呢 我们呢 无论我们跑得再远 无论我们走到哪里 无论我们在外面 待多长的时间 最终我们还是要归家的 还是要回去的 昨天 闺女呢 给我发了一个 就是微信的语音 语音 因为当时我正开车嘛 说妈妈 你干嘛的呢 我说 我买小龙虾的呢 他说 你买上了吗 我说 没有的 这个市场里没有卖的 他说 哎呀 那你还不如北京呢 北京满大街 都是小龙虾 我说 你啥意思呀 他说 妈 你还没在那待够吗 我说 没有啊 我这还没等到 还要等到开海呢 哦 后来 我说 你什么意思呀 他说 没啥意思 我就是说 那个北京 到晚上的时候 那大排档 到时候都是小龙虾 其实我知道 他的意思了 想让我回家了 是吧 我的小外孙也说 姥姥 赶快回来吧 我妈妈都想 想你了 后来问我丫头 我说 想不想妈妈 不好意思说 后来呢 我把电话挂了 后来呢 因为语音过 说了个 妈妈我也想你了 你快回来吧 哎呀 真的啊 有时候一想到这种亲情 想到这个 有孩子呢 还是真好 想到那些 定课的那些 家庭 不要孩子 还有现在的 还有现在的那个 小夫妻呢 结了婚呢 也不要孩子 哎呀 真的 我可能是我这个 人太守旧了吧 这个呢 就是观念呢 太老了吧 也许太传统了吧 总觉得啊 这个男女呢 如果有了婚姻呢 这个没有孩子呢 总觉得这个 生命呢 不完整 这个家庭呢 也不完整 你说你两个人结婚了 不要个孩子 各自过 各自的生活 我今天啊 还在那个 头条 还看了一个故事 好像就讲到了 一个女的 她是去年 她的老公去世了 年轻的时候呢 两个人就是商量呢 就是不要孩子 就觉得要孩子呢 特别麻烦 生了孩子呢 又要养育孩子 还要教育孩子 带孩子 觉得就特别累 商量好 就是就不要孩子 然后呢 看着别人那些 家庭 有孩子的家庭呢 一天为了孩子 送孩子上学呀 什么 为孩子的教育问题呀 有些夫妻呢 为了孩子 教育的问题 教育不好 有些夫妻干账啊 有些闹矛盾呀 还特别羡慕自己 这个选对了 这个选择了 这个丁克的家庭呢 觉得还是挺自豪的 当然咱们可以这么说 结了婚的这个 女人或者男人 衰老呢 肯定比不生孩子的男女呢 老得快 这个我 我敢肯定的这么 这么去 说这个问题 你不养育孩子 你真的 你不知道父母恩 你 没有养孩子 你不知道什么是责任 什么是担当 是吧 咱们那过去就为一个孩子 你想想 你说为了孩子的付出啊 吃啊喝呀 上学呀 教育呀 上中学 上大学 工作 上工作 还要结婚 还要带孙子 你说 是吧 相对的来说呢 这种丁克的这种 家庭呢 这个男女呢 肯定显得年轻 我们呢 有孩子的人呢 肯定就显得老 但是呢 这个女的呢 最后呢 在他们 不多岁的时候吧 这个男的呢 就是 已经退休了 其实两个人退休以后呢 两个人呢 就享受着那种 都是购工资 然后两个人就出去旅游啊 因为没孩子嘛 两个人的注意力呢 都在对方 如果有孩子的话呢 我们注意力 是不是都在孩子身上 但是他们没有孩子 注意力呢 都是在对方身上 所以两个人退休以后呢 一块出去旅游啊 有时候还手拉手啊 特别的浪漫 后来呢 有那种一天呢 男的得的不是糖尿病吗 后来得的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两个双腿呢 就烂了 烂了以后呢 就把那个双腿呢 就给锯了 锯了以后呢 后来是 住院就是可能是感染了 不到一年呢 他这个男人就去世了 去世以后呢 就留下来了 哎呀 没有老公了 没有男人了 关键的问题是啥呢 身边还没有一个孩子 哎呀 每天 又退休了 看着空荡荡的家呀 过去还有个老公在身边 现在呢 家里面就剩他一个人了 也没有孩子围绕 也没有孙子围绕 寂寞吧 孤单吧 哎呀 每天就 整个人的性格呢 都变 变得 不愿意出门 不愿意出去跟别人去接触 也不愿意跟人说话 可以说呢 可以说 算抑郁了 焦虑 他现在呢 主要想呢 就是说 老公不在了 他以后的养老 怎么办 他现在已经就是说 为自己将来的养老 说是有一天呢 他肯定是家里面的说 水管呢 怎么给坏了 后来 那个乌业给他修了 修好了 后来可能是又有点漏水呢 他最后又找那乌业呢 乌业说 不就是漏水 你把那个管子拧紧点 不就行了吗 他就是说 那个乌业的一句话呢 把他给刺激了 说 你不就是没有男人吗 你现在没有男人 你就应该充当一个男人 有些 有些这些小活 你就应该去做呀 就像我们没了男人以后呢 我们很多的一些小活呀 安个桌子呀 来的东西 都能自己安装呀 你不能什么事 你都得告别人呀 是吧 我觉得啊 有婚姻 有孩子 才是一个完整的家 有孩子 你的肩上才有重担 对吧 有孩子呢 也能让人变得坚强 坚定 不做母亲 不做父亲 那只父母恩呢 对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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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